4月23号 中国海军节即将迎来多国海军国际检约式 海军节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节日 各个国家的海军节传统并非都如中国一样 把海军建军日期作为节日日期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世界上 其他几个重要国家的海军节都来源何处 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昔日的日不落地国 其海军节是在10月21日 为纪念1805年10月21日 特拉法尔加海战而设立的海军节日 特拉法尔加海战是发生在西班牙 特拉法尔加角外海发生的一场战役 是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一环 拿破仑组建了由西班牙舰队 与法国舰队所组成的联合舰队 意图进攻英国本土 法西联合舰队由法国主帅维尔纳夫所率领 英国舰队由著名的纳尔逊子爵统领 战争开始时 英军在锋利优势之时抓住机会 抢先突袭了因正在转向 而首尾不能相互的法西舰队 以一个90度的直角插入了法西舰队中军 临战之时 英军主帅纳尔逊发出了其著名军令 英格兰希望所有人克尽职守 结果英军大获全胜 战舰无一伤亡 然其主帅纳尔逊却重担牺牲 美国海军节是10月27日 为纪念其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生日而设立的 狮子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堂兄 因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而闻名 是第一位赶在国会面前砸桌子骂脏话的总统 国会山上与华盛顿 杰斐逊与林肯定驾齐缺的人物 他对海军的主要贡献在于 其就任美国海军副部长之时 深受海权论的影响大力发展海军 并在美西战争之前 越祖带袍发出美国海军战备命令 使其能在战争初期 便准备充分摧毁了西班牙远洋舰队 无惧美洲海权 俄罗斯海军节是在1939年由苏联政府设立的 节日日期为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用于纪念甘古特会战的胜利 甘古特会战是俄国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中的一环 海战发生在芬兰汉科半岛 甘古特便是俄语音译的瑞典与汉科半岛 此战为俄国海军寻求海上运输补给值 为突破瑞典海军封锁而爆发的一场战斗 此战役中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 其后称的彼得大帝御驾亲征 命级上将阿普拉克辛指挥舰队 瑞典方主帅为海军中将古斯塔夫华查尔 此战俄军以将战船为主力 在无缝的状态下出战瑞典大型战舰 瑞典军战舰因为更依赖于翻动风力而行动迟缓 俄军在人数优势下 由彼得一世轻率战船战于一线 最终击溃了瑞典舰队 此战之后 瑞典不负列强之争 俄国自此执掌波罗的海海权至今 除了这几个主要国家 日本作为曾经的海军强国也有海军节 但因其二战战败国的身份而不能有海军 故海军节也随之消失 不过近年来随着日本优异势力的抬头 加之日本海资的实力本身不容小觑 海上阅兵也开始出现 我们缩遍全网找到一段 详实而珍贵的日本海资阅兵式全记录 视频中海资精良的装备 庞大的阵容无不招显其野心 我们把这段视频放到了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关注微信公众号 刚雨军事回复海字 让你看看如今的日本海字 究竟实力几何